请启动 在台北市产业发展局副局长吴欣沛 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张文伟 与专程出席的瓜地马拉大使等人共同启动下 第七届TSCA金杯奖咖啡竞赛活动 六月起开始报名 身为重度咖啡依赖者的台北市裁判局副局长吴欣沛表示 这不仅是一个竞赛活动 也是咖啡记忆交流与资讯分享的平台 让优秀咖啡职人与店家被看见 咖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好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的消费人口也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成长 那当然精品咖啡更是我们台北市在咖啡产业里面一个重要的特色 所以很感谢我们TSCA举办这样的金杯奖的活动 我们到今年已经这个第七届了 那我想这个不仅仅只是一个竞赛活动 它更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我们的店家 我们的咖啡师可以在这边交流记忆 然后分享很多的这个资讯跟知识 那同时更重要 让我们这个优秀的咖啡师 我们的店家可以被看见 那我们的民众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跟活动里面 有很好的咖啡文化的一个体验 这项咖啡竞赛也获得参赛店家与咖啡师的肯定 主办单位也计划借此临选出优质咖啡馆 以建立台北市咖啡馆明天路 因为每一家咖啡它的强项不一样 有一些可能很会行销 有一些很会网路上面的平台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舞台 就是让真正有实力的 不管是咖啡师 不管是烘豆师 配豆师 店家都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面 让大家知道 然后呢对于咖啡师本身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鼓励 展现他们实力的一个活动 一个比赛 过去的六届 到今年的第七届 每一届获奖的得主呢 在咖啡的历史上 这咖啡的评价上 都得到非常好的声誉 所以我们每年办这样的活动 其实为了是要促进台北市的观光产业之外 也希望提升 让大家各位知道 台北市曾经是全世界十大咖啡城市之一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透过金杯奖 领选更好的咖啡师 推荐更好的咖啡馆 让所有来台北市的观光旅游 可以有更好的享受跟服务 今年的金杯奖还增设咖啡烘焙的竞赛项目 更细分为专业组及玩家组 民众个人也可以报名参赛 主办单位还引进AI智能运算评件系统 透过即时数位化评分 让整个比赛结果更加公平公正 五个评审是五分之三 我们现在是五个评审 在五个项目 风味 鱼韵 甜感 酸池跟口汗感受部分 我们会让它单独选项 所以从原来的五分之三 它会变成二十五分之三的鼎力 等于说 在选择上它会困难 所以你要优胜 它会优选更好的成绩出来 那我们透过这个智能运算方式来做个事情 主办单位今年也首度推出金杯奖咖啡专属礼盒 包含历届金杯奖获奖咖啡店家的耳挂式咖啡 以及以咖啡渣回收制成的环保小金杯 报名时间从6月1号到7月22号 竞赛时间则是8月31号到9月1号 在原山花博流行馆举行 现场还有消费集点兑换纪念品 与咖啡饰饮饮活动 以及咖啡拉花与烘豆DIY体验 欢迎喜爱咖啡的民众 到现场观赛 感受台北精品咖啡的迷人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